前文再讀的书接上一回 上次我讲到西伯侯机昌离开西级 去潮哥见咒王 东路经现山的时候 行雷落雨 竟然在山野的古墓边 撿到个婴儿 机昌本来打算中婴儿 有人送去附近的村庄寄养的 想着好翻转头拿回啦 怎么知道走着走着 又撞到一个导人拦着机昌的去路 相互见过礼之后 机昌就问这个导人 是哪座名山 是何处洞府呢 那个导人就回答话了 贫道是中南山玉柱董 年气是云宗子 刚才与个雷鸣 张星出现 贫道不迟千里而来 沉访张星 今天得见尊眼 贫道 心里感到好荣幸 记相听完 明楚又将 刚刚刚刚在古墓旁捧来的那个婴儿抱过来交给导人 导人接过来看到一下就说了 贫道 贫道要将他收为徒弟 将他带上中南山 等然后回来再交回给你 未知然后依下而何呢 机商就说 道长你不妨带去 只是日后商会 拿什么来作为凭据 哦 这个小孩雷过现身 那这样就叫他雷镇子 机商就说 好啊好啊不才领教 请 云东子抱雷镇子回东南山而去 各位日后商会 在七年之后机商有难 雷镇子下山重逢 这个是后话 故事讲下去呢 就越听越精彩的 千万不要走谱 我们先不讲云东子抱雷镇子 向中南山收为徒弟不表 现在单港机商一路无话 过五关走城池园到黄河 过孟军入朝歌 来到金庭管役 管役之中 三路诸侯已经到齐 东百侯姜缓坐 南百侯岳崇宇 北百侯崇宇 三位诸侯正在管役之中 喝烧酒 突然有左右进来品报说 姬百侯已经到了 三位出去迎接 那入到管役之后 大家坐下 姜缓坐就问了 既然侯 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呢 机昌就说了 哦 真是不好意思 一路逃遥远 所以才来迟 得罪了得罪了 又加多一截 全杯暢饮 那走过宋巡 机昌就问了 三位言侯 知不知道因什么事这么急 天子要召我们入朝歌呢 我想在都城里头 有武城王王妃虎 是天子的动良 自觉有方 又有亚上彼干 事事面面俱缘 自民有法 正所谓文武相传的 什么都搞定了 又何以这么急召我们入朝歌呢 三位诸侯不解其意 那四个人喝下喝下 都喝到差不多的时候 因为南伯侯 岳崇宇 平时就知道崇侯府的坏事 跟辉动和游远结党營私 鼓劃盛冲 由港师土木 努民相财 这一会儿 这一会儿 岳崇宇就喝大了少少 偶然间就想起从前的事里 岳崇宇 借着几分走意就说了 岳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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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四人是天下诸侯的首领 师秀财物 坑害百姓 胡假虎威 心与豺浪 朝歌的老百姓都好恨你 好恨你 言伯 希望你从此之后能够改革 切勿妄为 崇宇 听完 心怒到鼓鼓声的大声 岳崇宇 你说你口出抗言 我跟你一样是大臣 你为什么当面来侮辱我 各位 崇宇 也真的不怕 因为他想着在潮里头有肺动和油运 跟他撑腰 于是就在走迹之上 要跟岳崇宇一撑撑我 这个时候 紫敬姬昌就指着崇宇虎威 崇宇白 岳求白的说话 他都是想你好的 你为什么这么野蛮才能 读语讲 有责改之 就无责加勉 就是咯 况且岳伯喉的说话 句句乃金石良言 现在你不知自责 反而怪人家质你 还想动手打人 这样做 不是几好吧 崇宇虎就听姬昌的说话 就不敢动手 但今天这个时候 真是肯定有事发生了 没有提防 被岳崇宇突然间 兜口兜面 一胡走 不断担过来 不歪不斜就刚刚打正崇宇虎快面 哎呀 崇宇虎怯啊 探身去爭岳崇宇 怎知又被姜缓 所隔开的大声 那怎么可以的 大臣这样打架 成何体统啊 崇宇白 夜了 你去睡觉先 崇宇虎忍住那道气 自己就走去睡觉 再说三位诸侯 因为很久都没聚在一起 于是又重开酒席继续唱饮 到了二更时分 突然传来一名管役的士兵的声音说 千岁千岁 你们今夜把盏共唱饮 只怕明日鲜红掩室草 夜心人静 讲说话把声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机长马上留意到这样的说话 他就问了 是什么人在那里讲说话 跟我将他叫过来 左右在那里服侍的人 都过来跪在地上 机长就问了 刚才谁说 今夜把盏共唱饮 明日鲜红掩室草家 众人就回答说 大人没有啊 我们谁都没曾说过这样的说话 但应姜文厂岳崇宇两个言白 他们说没听到啊 机白不信且他就说了 这些说话我听得很清楚的 又怎么会没人说的呢 加上进来 跟我将他们拉出去 全部杀了他们 哇 那些管理的士兵丁闻 事态这么严重 谁敢拿一条命来玩呢 没办法就只好将刚才 说话的那个人 读出来 众人就提声说了 天宋爷 不要这么搞了 不关小人的事 是 哎呀 姚福他真口说出来的 姚白听完叫众人散开去啊 就换过姚福来就问了啊 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说话 你实说就有想 乱说就有罪啊 姚福就说了 哎大人 是非只因多开口 千岁爷在上 这个是一件好机密的事 小的是阴差官家里头的人 因为姜皇后屈死西宫 两位殿下被天锋刮走 天子重信坦己良良 暗存圣子 算四位大臣 明天早朝 不理三七二十一 那么多都好了 一律要问斩 今夜小人实在很不忍心 所以无意中将这样的说话 说了出来啊 姜缓楚听完 联盟走过去问 什么话 你刚才说的说话 是真的 姚福就说了 真的姜大人 居居宿实了 姜缓楚一问 姜良良为什么事 会屈死西宫啊 姚福见已经露了口 就干脆一五一十 从头到尾将事情的经过 说了出来 就和无盗 杀妻滅子 自立坦己为政公 等等等等 认真细说了一堂 姜皇后 那是姜缓楚的女儿 那女儿死了 又怎会不心痛呢 姜缓楚心如刀割 耳似油尖 姜缓楚大叫一声 整个人暈倒在他底下 姜缓楚心如刀割 帮他扶起 缓楚痛哭之话 我女儿真的好凄惨 被刀割 被人挖了眼泪 跑落了伤手 至古至今 哪有这么残忍的事 姜缓楚心如刀割 眼泪眼泪拳 都要分过青红造白 以正人论 姜缓楚心如刀割 缓楚心如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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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姜缓不幸 姜缓楚心如刀割 知道四位大臣都在管役住 他暗中入片殿见宙皇 说四路諸侯已经到齊了 宙皇很高兴 费仲就说 嘿嘿嘿 陛下明日升殿 四侯必有奏章上延左间 神啟陛下明白 四侯上本 陛下你无须擦汗 日如无眼看 不理他那么多 堂堂拉出五门斩首 奴皇答应了 第二早朝 四百后来到殿前 请阿相彼干转程本将 奴皇先法制人就问 姜缓楚你知序母 缓楚就说 神阵东老封攻守法有什么罪 陛下听信残言 迷戀酒色 杀妻灭者跑落足量 神受先皇的大恩 不避到负 直言无咒 实来君父神 神无负与君 就皇生 你个老逆责 你仔细个女儿来 使君醉恶如山 犯狡然强辩 总阵拉出五门 堕成欲将以政国法 金瓜武士 扎将姜缓楚摸去衣冠 用成熟礼士巾 将姜缓楚绑实了 就准备推出五门 只见西伯侯基将 南伯侯岳崇宇 北伯侯崇侯府 扎出啟奏 陛下陛下 姜缓楚真心畏过 并没有贸权散畏的情友 请陛下长策 就皇一心要杀四镇诸侯 将本封等在诗案上 看都没看 三个人又走 说陛下 若果不看本 就杀大臣 这个是弱臣 又怎能够服得朝中的文武呢 这么一说 就皇就只好看本 见本章上面写的 都是指责他荒人无道 沉冥走息 屈杀姜后 屈斩太子杜元贤 造炮落 佐忠亮 杀子无辞 顿速他贬费众贬油运 斩坦己 宿整公伟 择天心可回 天下可安 等等等等 就皇在龙岸上看完 不由白岸大路 将本封 舍舍舍舍 扯到粉碎了 他大声 哼哼 明武将士 将杀人退出五门斩首 明老虹为监斩官 接下欲守行认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 从右班之中 闪到中间大夫 废重油运出班 他苦服金阶就启咒 说 陛下陛下 死神冒犯天眼 实在罪不该舍 据神之论嘛 宋侯府 掃怀终极 不且劳府 建造宅仙楼 起寿仙宫 真是忠心报告 宋侯府 他不过是徐仙父 请陛下赦免于他 命他将功赎罪 就皇对费重油运 这两个奸臣的说话 就延听继统 于是就传指说 好了 就单赦崇候虎 这样一来 就击倒了电东头的 武神王王妃虎 他怒气冲天 执了牙斧出班 同时有牙相比干 以及微子姬子 微子启 微子言 百言肃齐 等七个人也齐出班 苦苦为三位诸侯求情 说姜援楚 威震东路 素有战功 若然说他士君一无可正 又怎可以用极言下去呢 基昌这个人 忠心耿耿 为国为民 正是严正信达君民 四方占养 四方占养 称为西方的圣人 岳崇宇谋与谋业不舍 立即触征典營 圣子传出 赦免机枪 将姜援楚岳崇宇推出斩首 华阴光了 只见左班中有 上大夫交隔 阳任等六位大臣出版 再为东伯侯和南伯侯求情 欲知后事如何 就扯定下回分解 多谢观看